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开启一场科技与美食之旅 感受舌尖上的科技 草莓 因味道甜美 色泽鲜艳 香气浓郁 备受人们的喜爱 浙江省建德市阳村乔镇 果农李福珍正在尝试一种新的草莓种植方式 他们在大棚里用高高的架子种植草莓 解决了传统地栽方式中需要反复弯腰 劳动强度大等问题 可是使用高架机制种植草莓并不简单 许多在土地里的种植经验 用在这里却出了问题 果农们满怀期待 那令大家感到失望的是 这批草莓都不够甜 草莓不甜 长得再大再厌 也卖不出好价钱 这下可急坏了果农们 看着又大又红的草莓怎么会不甜呢 大家急忙邀请草莓专家来给草莓问诊 58岁的蒋桂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研究员 常年走访天间地头 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 就是我们这个草莓啊 就是品质不好 就是这几点口感特别差 你在这里看 怎么能量提升 你跟我们讲一下 蒋桂华翻看了草莓的机制 很快便发现了问题 你从中间的挖开来 装一把以后 用这个手紧紧地挤一下 如果说轻轻一挤水就出来了 那就水分太多了 这样太多了 对 太多了以后你就引起这个营养生长 就营养生长很旺 味道也会冰淡 原来草莓不甜的原因是水浇多了 在草莓果实膨大的成熟期 如果草莓果实吸收的水分太多 就会影响甜度 果实的口感就会偏淡 用机制栽培草莓 比肤珍也是第一次 对于如何浇水 它并没有经验 只能沿用以往地栽草莓的浇水方式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原来相较于土壤 机制的保水性更好 土壤里的水会逐渐扩散蔓延 而机制都密闭在空间有限的架子里 而且材质也更加保水 也就是说同等的水量 在机制里留存的时间会更长 如果每次浇水量 还是和给土壤浇水一样 就会导致机制里水分过多 那要怎么判断草莓喝够水了呢 蒋贵华教了李福珍一个办法 我刚才挤了很多水出来 还是平多了 那就是说轻轻地挤 有一顶顶水好挤出来 那如果松开以后 它还是能散开 就很轻松地散开 它水分刚好 既然不能沿用传统的浇水办法 那这机制栽培的草莓 应该怎么浇水呢 蒋贵华建议李福珍 对草莓进行多次少量浇水 每株草莓每天的浇水量 为100毫升 分上午下午两次浇水 李福珍种了将近40亩草莓 有24个草莓大棚 如果要少量多次浇水 怎样才能更精准 更高效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 智能化设备已经帮助李福珍 解决了这个难题 眼前这些设备 就是专为草莓定制的水肥装备 滴罐水肥管理系统 这个就是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管理 就是我只要在这个系统上 这个电脑上按一下 24个棚 它就会自动地浇水施肥 通常水肥溶液配置好后 会被装入这个白色的大罐子 接下来 李福珍在机器上设置好 浇水时间 浇水量 按下操作键 水肥溶液被输送到 这些黑色的喷袋里 喷袋下装有低头 水肥溶液正是这样 一滴滴的渗入机制 草莓浇水施肥实现了定时定量 果农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两周后又一批草莓转红成熟 这一次的草莓甜度如何呢 李福珍正在采摘这一批刚成熟的草莓 准备对草莓的甜度进行测试 草莓甜不甜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该怎么测试呢 我这个是测糖仪 我这个草莓刚刚甜点栽来的 我想把它测一下看糖度多少 15.8 很甜的 15.8 14.5 12.3 这样的甜度数值 已高于平均数值 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口感的问题终于解决 但是果农们却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个评价式栽培呢 它的成本呢 也叫以前我们在土地里面栽培呢 增长了两到三倍 所以我们想 能不能有一种模式 就是既能够充分地利用 我们这个空间 也能够增加我们的效益 那有些专家呢 也提议说 能不能像这个货架一样的 价值式的栽培啊 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这种模式 用架子种草莓 产量虽然有所增加 但成本也比传统方式高出两到三倍 有没有办法能进一步增加 大家的经济收益呢 立体栽培 近些年来 已经在我国许多地方得到推广 立体栽培 就是通过栽培架等设备 垂直分层种植 蔬菜水果等作物 相当于让植物 从柱平房 改为柱楼房 这种方式能够大大提升 土地利用率 增加单位土地上的产量 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 增产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 受到立体栽培的启发 果农们引进了立体栽培模式 把高约1.5米的架子分为三层 每层都种上草莓 这样就能有效利用空间 大大增加种植草莓的株树 每亩种植的株树 从6000株增长到1万株 立体栽培的草莓 产量增加了一倍 除了立体栽培 草莓栽培的创新方式层出不穷 草莓大棚不再只是农民生产的地方 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 草莓都被种在了空中 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 每个钢架长100米 当果农需要种植草莓时 钢架可以下降 当草莓需要加强光照的时候 钢架又可上升 这种新颖的种植方式 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 农业与休闲结合 让种植户们有了更多的收入 果农们还在不断创新 引进新的品种 立体栽培的草莓大棚内 眼前这片草莓种植区域 是李富珍重点关注的地方 这个就是白雪公主 就是草莓界的白富美 很少年轻人的使欢 白雪公主是草莓界的颜值担当 口感香甜软糯 然而最近李富珍却发现 这些草莓表面长满了霉菌 这让它很是发愁 这个草莓就是很娇贵的 很难种 就是你看发病了 我们就吵死了 你看我们就要把它 全部清理掉 你看这屁股是全部没有了 烂掉了 李富珍正在将发霉的草莓 清理掉 但是不到一天的时间 草莓大棚的草莓 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 都开始发霉 这一批草莓的产量 眼看就不保了 这让李富珍焦急万分 以往种在地上 单排架子上的草莓 都没有这样大面积的发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焦急的李富珍再次向蒋贵华 寻求解决办法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些 立体栽培架上 跟单层架子的栽培方式相比 这些高1.5米的架子 极大的阻碍了棚内的空气流通 因雨天空气湿度大 草莓也更容易发霉 这也是草莓常见的一种病害 叫灰霉病 灰霉 灰霉其实是一种真菌 传播性强 如果控制不好 蔓延到整个草莓大棚 那么草莓就没有产量 果农也就没有收入 眼下灰霉病已经发生 赶紧治理是当务之急 该怎么处理这棘手的病害呢 创新进行时 马上回来 果农李富珍的草莓棚 出现了灰霉病 一旦防治不及时 整个草莓棚将面临灭顶之灾 焦急的李富珍 向草莓种植专家 蒋贵华求助 因为天空多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用 加温的方法 就是还有循环风机的利用 通过这样来降低 这个棚内的湿度 完全可以采用这些 外力的方法 就是加温通风来降低湿度 蒋贵华建益李富珍 采用物理方法防治灰霉病 将棚内所有的病果病叶 清理干净 通过加温通风的方式 将草莓棚内湿度 始终保持在40%到70% 就能对灰霉病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李富珍给立体栽培的草莓大棚 配备了暖风机 同时还在棚内安装了排风扇 暖风机源源不断地输送热风 排风扇一方面加大热空气 在棚内的流通 同时还能促进大棚内外的空气交换 通过这样的物理方法 大棚内的湿度 终于控制在适宜的区间 那个灰霉病也少了 就是草莓长得也漂亮了 草莓棚内的湿度控制好了 一颗颗白草莓 红草莓 在果农的精心呵护下 再一次挂满枝头 引人垂涎 这里的草莓种植剂 每年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这六个月里要经历秋冬季节变化 天气变化也是错综复杂 一旦果农没有及时应对 就可能损失惨重 2021年1月 一场寒潮来势汹涌 从北到南席卷全国 浙江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2到15摄氏度 最低温度甚至会低于零下10摄氏度 草莓虽然是耐寒的植物 但是温度一旦低于零下5摄氏度 草莓也会冻伤甚至冻死 如此汹涌的寒潮 对阳村桥镇500亩的草莓来说 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有没有智能化自动化的科学技术装备 帮助果农进行种植管理 预防像寒潮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呢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每个草莓棚内都安装了小型的自动气象站 眼前这个柜子一样的装备 就是自动气象站 柜子顶部装有摄像头 风向标 以及温度传感器 能实时监测草莓棚内的温度湿度等信息 那么我们这个温度的传感器 会有一个预警的系统 如果说这个温度低于两度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给它发送信息 提醒它 你要进行一个增温的措施了 草莓棚内一个个小型的气象站 能及时给果农发送天气变化预警信息 让果农提早对草莓棚践行增温 帮助草莓免遭寒潮冻伤 顺利度过寒潮 创新科技助力草莓丰富 果农李福真种植的草莓收成如何呢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在创新科技的助力下 李福真家的草莓迎来了大丰收 一早上就能采摘上千斤草莓 这些白的粉的红的草莓正在分茧打包 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从弯腰劳作到高价采摘 从农药治虫到生物防治 每一颗草莓都凝结了果农的心血 和科技的创新 一颗颗鲜甜的草莓 点缀了人们的餐桌 创新科技也正在让我们的舌尖 品尝到更多的美味